Hello大家好我是冰冰 现在带大家看我们这里面所有的动用机 出发 这一台亚马牌的GC698这一台 大家看一下这台收割机 六行的收割机非常的大 上去给它看一下 看我那么幼小的身躯 座上面觉得是不是有点奇奇怪怪的呢 它的宝贝也能拨好 这个数量管也是可以折叠的 这个数量管非常的大 这个也是可以打开的 这个可以打开的 有喜欢的朋友弹幕走一波 看别的 好大 那个老鼓咏 我们可以略过这个老鼓咏 来大家看一下这一台 这一台重工之重啊 我也是第一次见到这一台啊 九宝田的八行的擦氧机 它前面还带着两个 这两个是四锤的 然后上面的这些 放这个云表蛮的 好 这个都给打开了 这个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六个 七个 八个 我现在上来给大家看一下 我就给大家感觉一下有多大啊 你看 我这个人柱就很小很小 它是一个八行的 九宝田的 前面有这两个 感觉像导弹一样 懂吗 不好意思 因为是第一次见 我是第一次见 OK 我们看下一台 下去 这两台呢 之前也给大家拍过了 是因为没有油啊 但现在加完油了 电瓶又没有电了 就四秒给大家看了 然后这一台呢 也是九宝田的 这台也是八行的 而且大家看一下啊 你看 它这个是可以折叠 如果你不用这么 不用直接插八行的话 你想插六行也可以 然后把这个折起来 它就可以插六行了 或者你遇到比较小的地方 也可以用这个方式把它打开 就可以了 老铁 能看到心动吗 好 好 我们现在过来再过来看这些台 这两台 这两台呢 十几二十年前的微型收割机 你看看 日本啊 在十几二十年前就把它已经造出来了 挺厉害啊 你看它这个镜子 以前都还有镜子的 这个镜子也是可以调的 你可以放这里 然后你也可以调到这个地方 就类似于这台机器一样 你看看 你可以任意的调到这个这个灯的地方 灯的地方 像手铺拖垃圾一样 而且它这个好像 哦 它这个也是能弹的 也是能弹的 凡不说二十年前吧 十年前它就已经做出来可以弹的 捆绑都是捆绑好 然后直接弹出来 捆绑可以把弹出来 然后继续下面一个工作 它这个是单行哦 这是单行的 然后呢 是双轮的 双轮的单行的 这款 这款也是 这款也是双轮的 单行的 也是单行的 大家可以看到它这个 这个进口哦 进口非常的宽 非常的宽 所以说 对你的水道来说的话 也是应该是 基本上都可以应对的 咱们再过来看一下这一台 这一台 像不像堪宝一样的感觉 这一台呢 也是一台管理机的 微耕机 类似于我们的微耕机 日本叫管理机 日本叫管理机 这一台 这一台也是九宝田的 这一台 很小很小 这台 大家也可以猜猜它 多少钱 它宝位也很多 你看 上面呢 还有一个这个 紧急按钮 你看看它都是一样的 你看这个也是可以操作的 这个 这个功能性还是很多 而且它这个地方 大家看一下 这个地方也是可以进行调节的 它做了很多很多的功能性的机器 它这个整个也是拉的 也是抽拉式的 也是抽拉式的 小小的一个 你看到小小的烟囱 非常非常小 迷你型的 很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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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个就简单了 感情区的朋友 可以评论区 见一见 然后大幕可以走一波 可以 其他方式也可以联系我 这两台 两台拖拉机 它整一个 这个 内饰 然后全部都是玻璃的 然后这个视野性非常非常好 型号是GL4 型号是GL4 很大 这台 眼中特别的高 哦 不是 少了后面两个零 两个零不知道去哪里了 型号是GL400 GL400 它不是GL4 然后这个呢 这个型号是GL320 GL320 2台 这个呢 就稍微小一点 这个是弟弟 这个是哥哥 但是它整个驾驶室 全部都是玻璃的 四周全部都是玻璃的 里面全部都是带空调的 好 那么这期视频啊 就分享到大家 感觉大家的收看 记得关注冰冰冰冰 带您走进真实的 日本山龙